注意就是 这边我把它改一下 就是说 原来的资料转存的时候 我们是从那个清单里面 等于是说我们那个 这个另外有个清单 不过会有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就是说 假如我们将来的那个名称来源 也许没有清单嘛 那没有清单 可是至少会有什么 会有底下这些名称 那所以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从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抓它的名称 抓名称 那你要怎么把它抓名称 特别重要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第一种方法 拿来做修改 那你可以改成什么 直接抓它的名称 那名称要怎么抓 这边改一下 一个叫清单 一个叫名称 那两种方式 当然它都有它的作用 我想给各位参考 那这个是名称 OK 好 那名称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会需要注意一下 刚刚是for i 等于2到14 可是我们如果抓底下的名称的话 理论上 应该是从第一个 因为工作表 它的index一定是从1开始 第一个到最后面一个 ok那最后面一个的话 ok那最后面一个的话 我们假设啦 那你可以直接给它13 不过如果你说你今天这个数字 假如说你希望自动去抓取到底这个工作表里面有几个的话 那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序值物件里面 你可以点一下 点下去之后 它当然它所有的属性跟方法都会出来 就是它成员 这个物件里面的成员的 这个这个这个成员 它的成员 属性跟方法 绿色的话就是方法 那里面的话 如果是一只手拿一个文件 这个叫属性 那其中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一个叫序值什么 点抗者 意思说里面 这个序值物件里面 它集合里面总共有几个 它会用序值点抗告诉你 ok 好 第一个我们就从第一个 那序值点抗最后应该有13个 所以回来会有13 好 第二个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抓到X里面的资料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这个假翻 改成I 由I来决定 因为E放进来 它会是 第一个E 后面点什么 因为我要抓到第一个的名称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后面改成什么 点什么 如果要抓它的名称的话 那前面好像有写过了 用什么 用内就好了 对没错 第一个的名称 放在这里 换下一个 第二个的名称 变成一般了 以此类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写 也ok 而且这种方法 可能会比上面的方法 来得更加 就是将来如果你要应用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顾虑到 有没有清单了 如果你没有清单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还在刻意变出一个 当然就不需要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后run出来 结果一不一样 一样我们把它先全部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再来执行看看 那理论上 这边把它执行删除 这边路径我把它改 这路径改一下 找不到这路径 ok 写线有 ok删除 全部删光光 好 然后再来就是输出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run出来结果 跟刚刚也会是一样的 名称的部分 好 再来的话呢 要删除 不过删除 我刚刚是直接贴上 那这边特别注意 有几个重点 可能要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 所谓的路径 这边有个物件 这边有一个变数 s-pass 我抓到那个路径 那可是问题 如果你要删除 这里面的档案的话 可能会有个问题 你不知道到底有几个档案 除非说你已经知道 你可以用for回圈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到底资料夹里面有几个的话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用dofile 好 那你怎么知道里面有哪一些档案 特别是 这里你可以用一个叫dir的函数 这个dir 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我们可以得知 某一个目录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某一些的 某一 附档名的那个档案存在 所以特别注意 他一定要给他一个什么 路径 后面的话呢 这个好像多一个斜线 其实所以这边 这个斜线好像是多的 不过他好像两个斜线不影响 所以这个要不就是删掉这一个 要不就删掉这一个 删掉这一个 OK好 好像多一个斜线没关系 那他会自动帮你去找到 这个目录底下 有没有这个档 特别是他会 第一次会先抓第一个 如果 之后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再跟他讲说哪一个目录了 你就再dir 他会抓第二个 直到什么呢 直到抓不到为止 如果抓不到的话呢 他会回来告诉你说 里面空的找不到了 所以他会一直抓 一直抓 一直抓 抓不到了 他就怎么样 他就直接就跳离回圈 所以基本上 我们这个删除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一个space 然后抓到这个space路径 然后丢给这个dir 去帮我找找看 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档案 如果有的话呢 有没有 有 那就帮我怎么样 利用key key这个指令 就是删除了 那一样 你必须给他一个路径 再加一个斜线 这个斜线 因为我刚 不过我发现 我刚刚好像 有重复的斜线 对他来说好像ok 然后呢 再把那个抓到的档案 删掉 换下一个 有没有 他删掉其中一个了 然后loop 再 有没有找到 有 再删 再删一个 好 一直累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就可以全部把它删除 特别注意 如果未来 假如说你不确定资料夹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的话 你就必须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dir函数 配合 多块回圈 让他不断不断去找 那 这个地方 后面还会用到 什么地方会用到 如果我要合并的话 那合并 里面的所有 比如说我们刚刚把它分出去 如果要把它合并回来的话 哇 难度又暴增了 特别注意哦 分出去比较简单 合并回来就比较复杂一点 为什么 因为合并的话 你需要怎么样 一样用dir去找找看里面 有多少个 Excel档案 那如果有的话呢 你要做什么处理 比如说这么多 13个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合并成一个呢 这个时候 那你可能就需要什么 dir找找看 有 有之后的话呢 那你就怎么样 先 也许先 先建一个新的 然后把后面开的 都丢到那个新的里面 最后再把它另存新档 我的逻辑 大概是这样 可是问题要怎么实做出来 那程式当然相对的 也比较复杂一点点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改成名称 里面的话 会多用到两个 两个属性 许子点看 这个非常重要 到底工作表有几个 你总不可能用算的吧 第二个呢 如何取得工作表的名称 OK 那这个修单 你前面可以第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的名称叫什么 甲班 丢到X 那你可以针对后面去做处理 那后面再来就删除 特别说这个dir 如果你对于这个函数 不太清楚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怎么按F1 油标放在dir上面 有没有 它会出现 dir函数 那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它做什么用途 然后呢 你需要传什么东西给我 那我 我会做什么样的处理 这边都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其实它当然也不只是 只有资料夹 甚至是什么 档案的属性 实跌标价 那其实可以用它很复杂 那还有相关的范例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